胆胞口一般口苦是早上起来苦比较多 早上起来是胆气用事 那么这个它除此以外它容易什么呀 容易发脾气 容易发脾气 耳鸣 头胀 对吧 这些一些症状 或者甚至有时候会检查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些疾病 那么这个如果有这种疾病的话 我们一定要照着这个疾病来精致了 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口苦的一个症状了 就不是一般的这个上火了 怎么平时我们在没有气质性病变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去这个胆火呢 去胆火我给大家说两个方法 一个是喝药 一个是这个保健的一种一种方法 好 喝药你就找什么叫小柴壶颗粒 小柴壶 小柴壶当时很多小柴壶颗粒很多的 你说我小柴壶颗粒我都是感冒发烧的 我才用 那个不光是感冒发烧 它还清胆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用于这个早上起来嘴苦 大家可以去上 你上药店都可以买